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电子站牌系统 它分为上中下三个板块 上半部分是我们的叫电子线路图系统 它能够直观地反映车辆到站信息以及本站情况 标红的字体就是我们本站的站名 然后旁边所显示的是车辆走向 箭头方向为车辆走向 在左侧会显示车辆距离本站所剩余的站台数量 稍后看到我们的21路已经将即将进站 那么中间的这个板块是我们的智慧港城APP的一个扩大的版本 便于我们普通的百姓或者是外地来的游客在此查询使用 我们以这个旅游指南为例吧 如果外地的朋友来轮辆港初次来对于我们的本地旅游感兴趣 但又不清楚如何去寻找路线 可以直接点取我们的旅游指南 在这里会显示到我们周边的所有的景区 我们目前以我们的花果山风景区为例 点选花果山风景区 在这里会有一个景区的基础介绍以及票价介绍 包括乘坐车辆的情况 我们同时也可以选选到这里 可以显示整条的路线进展情况 然后如果您看到这里有个19路信息之后 我们可以返回到主页面 在我们交通出行中 您需选择一个公交资讯 然后这里面 一是显示了我们公交最近要调整和优化的线路信息 在出行规划中 您就可以把刚才您所说的东西输入进去 然后在未来的我们逐渐的完善中 这个配合我们本地的智慧港城APP 可以实现一个市民卡的补灯服务 在未来APP后续开发完成之后 市民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为自己的市民卡充值 充值完毕以后在这里点选市民卡补灯 便可以到我们机器的侧面 这个补灯区域对于市民卡补灯 这样你们的市民卡就很方便 不够再去到我们正常的营业网点 而我们正常现在来讲周边的所有的服务网点信息 也在这里有显示 有充值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充值 现在显示21路一站地 车辆已经进站了 进站后这里就会显示下一班的发车时间 现在根据该时间车辆已顺利发车 比预期提早两分钟的时间 然后下面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城市展示窗口 未来会播放一些我们本地的旅游宣传片 我们一些自己交通控股集团的企业的宣传文化片 在底下